7月1号吉林市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 世界锅包肉大赛比赛结果 那么锅包肉是东北的家常菜 它的特点就是外酥里嫩 是酸甜口 很好吃也不难做,吉林市商务局的副局长众伟炎介绍说,世界锅包肉大赛 6月29号到6月30号 在江南公园的东门广场举行 中研委说吉林市要打造世界锅包肉之都,为全国和全世界 奉献吉林市的味道 不过从效果上来看,吉林的锅包肉应该还没活起来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了 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 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比赛,我们都不知道,而且这个记者会 记者会是结束之后的记者会 比赛的过程没有看到,说明他这个比赛没活起来 当然吉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为什么 大家记得6月11号 端午节那天 吉林发生了外国教师的被刺事件,这是吉林的负面知名度 于是他就搞了一个世界锅包肉大赛 我理解啊,一方面是要洗刷这种封面印象 另外一方面也是蹭个热度 去年资博烧烤火了 今年这个哈尔滨冰雪结火了,我们来讲讲去年的资博烧烤,资博烧烤火起来基本是靠两件事 第1,政府会来事 这是第1 第2 流量管购 流量管购 流量管购加政府来事 资博的烧烤到底怎么活起来 资博市委网信办 2月25号 搞了一个直播活动 他请那个哔哩哔哩有个大V 哔哩哔哩的大V叫大漠叔叔,他大概有500多万吧,500多万粉丝 搞了一个直播 这个直播的名字叫大漠叔叔 游州村 周村是直播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个内容就是什么,吃烧烤 那么这一次直播呢,获得了大概有几十万的播放 直播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直播烧烤 被人知道了 到了3月份 直播又搞了个活动 叫大学生组团坐高铁去直播撸串 这个视频冲上了抖音的同城热搜 你可以看这个活动 第1个大学生 第2个高铁 第3个是直播 第4个是鹿串烧烤 这四个关键词就把这件事情给整火了 所以呢,直播烧烤从哪开始 从大学生开始 在大学生中间传播 他成了大学生的打卡热地,那为什么会热门滴,直播进 坐高铁就能到 进 第2 去了就拍短视频 很容易上热门 这第2,第3便宜 烧烤便宜 你说海鲜桂烧烤是最便宜的食物,那具备这三个条件,一个是进 第2个是热门,第3个便宜 那年轻人觉得好玩,好玩就拍视频 拍视频然后就不断的拍视频 然后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打卡拍视频,网红来再打卡再拍视频 就把 自博烧烤推上了热搜,其实就是年轻人这个活跃,拍视频把它推上了热搜 到了五一节 自博就开始收获他的成功 自博,你看五一节 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 我说还很重要,自博不远 就在北京旁边 坐高铁就到了,所以这些大城市的白领 就去自博 所以的,自博最后是热爆 自博在五一节的住宿预定量,就酒店的预定量 比2019年,就疫情之前,涨了八倍 这火成什么样 当时的流传的叫什么 烤炉 小饼 小葱蘸料 叫灵魂三件套 火爆全网,成为顶流大热 但是顶流大热挣很多钱吗,也不现在挣很多钱 他的去年的他的餐饮收入只涨了20% 所以他并不是挣太多的钱,基本上你可以把资博烧烤火 你可以看作是消费降级的代表 远的去不了,出国就别去了 没钱 就近吧 那么海鲜又太贵 烧烤最便宜,而且资博比其他地方还便宜 你说 便宜能挣多少钱 喝啤酒吃烧烤 又有形式感,又热闹 非常适合干什么,聚会 所以为什么大学生喜欢 就是这个,到了今年1月份就轮到哈尔滨,哈尔滨是一夜之间活的 一夜之间,哈尔滨成了全网的顶流城市,基本上游客把哈尔滨挤爆 大数据显示1月份,哈尔滨的热度环比涨了三倍 三倍 元旦期间,哈尔滨累积接待游客300万 旅游收入是60个亿 那么超过了2019年,这是一起经典的传播学的经典案例 他的密码是什么 他的密码叫政府会来事 流量管购 流量管购 对哈尔滨来说这是颇天富贵 但是总数也就是60个亿 哈尔滨跟资博这两个事件,从去年的5月1号 到今年的1月 这两个地方做的这两个事件 基本上是地方政府能做到的最厉害的程度 地方经济出问题基本上是三条 第1条 地方龙头企业 地方龙头企业基本上完蛋 这完蛋的时间大概是在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 有自己瞎桌搞的 搞掉的,有这个政府搞掉的,反正总之 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地方的龙头企业基本上被搞定 要么倒闭 垮掉,要么被收编 这是第1个 第2个 政府和国企 控制了市场80%到90的资源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地方经济 中小企业 能拿到的订单 基本上来自国企跟政府 其他地方拿不到订单 你能拿到的订单,比如说像华为呀,这些大企业的订单 这些订单,账期半年以上 第3个就是地方债 地方债 赚不动了 地方债现在的问题就是 地方债让地方政府完全赚不动 他赚不动呢,还有订单吗?他当然没有订单 他没有订单,他不搞项目,不搞工程 不做事情,没办法赚不动 那那些地方的中小企业 就没有订单 中小企业没有订单,那就死水一探,地方经济死水一探 所以你自拨烧烤 火 哈尔滨冰选能火 这是什么 自在中国是艺术 艺术 他不是常态 常态是什么 常态是吉林的锅包肉 吉林锅包肉是常态 就是折腾一下 搞一下 没火 很多其他的地方搞了没有,肯定搞了 其他城市的领导 肯定看着自博 看着哈尔滨 不会无动于衷的,肯定要干的,也要干点事的,不干事不行的 不折腾一下怎么行 折腾一下没火,为什么 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没火,没火你就不知道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经济的状况